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开啊 你们是什么人啊 真不知道我是谁 抓我 我告诉你们 怎么着啊 对不住了 李财某 怎么是你啊 我也执行任务啊 委屈你几个小时啊 等事办完了 把你送回去 这是干什么啊 说不多了吧 要干什么呀 告诉你 我要去扣你是什么 撤了 小心 你还是蛮小心的嘛 太巧合课了 太巧合课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还没想死 你终于火不回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低集团军的一个秘密监视艇 专门搜集一路军一号的电磁信息 你想就能出去吗 实话告诉你 我都不敢随时便便地出去 这个山路都是雷区 踩到了步兵跳雷 一个小时的城市 嘴巴 准手 那腿就炸断了 李家旺 我给白参部长打电话 我还放 白参部长真难信息了 你看看 先把海货淹起来 什么时候发过 我会通知你的 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烟去了 我这海货呀 你不是江海江海吗 那海鲜海货呀 要不烟 这不都臭了吗 少废话 什么时候放我走 咱们这还没瞎命令呢 他要同意你走啊 我就放 既来吃你泽安吃吧 别在这冻着了 请吧 坐坐坐坐 坐呀 你看这个小鸡动蘑菇啊 这个鸡啊 是我们战士从山里边打的 这蘑菇啊是我们从山里采的 绝对绿色食品呢 你尝尝 吃吧 吃吧 对了 咱们长 有个事忘跟您说了 您车上的北斗定位仪啊 让我给卸下来了 我啊 暂时给你保管的 当然了 你们陆军一号啊 也是派人来救你 门都没有 你就踏踏吃吃吃农家菜吧 这菜味道多好啊 这小鸡做蘑菇 可是我亲自给您做的 绝对正宗东北风味 你吃啊 闭嘴一碗 餐不得 这是肉吗 行行行行行 弓劲 户 Monster 你您应该Or 什么 管的 房区外围只运行了几公里 突然停止 后来连信号也中断了 江海是不可能自己切断信号源的 只有对手才害怕我们 找到关押江海的地方 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仗都打起来了 参谋长 置留在人家的房区 还处于失联状态 我们向指挥部怎么交代 咱们解释 这个江海啊 就喜欢自以为是搞个人英雄主义 总以为不入虎穴烟灯虎子 玩完了吗 肯定没人扣那儿吧 老鹏 你先别着急嘛 那也许有点别的什么事给耽搁了呢 别的事 还有什么别的事啊 还没开打那先知一个突击律长 不 江海还是在你参谋长呢 这后面的账怎么打 你教我该怎么打 老鹏 情况还不清楚 我们在这儿瞎猜有什么意义 现在啊是人还没有回来 我们得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啊 报告 旅长 这位 三三栋顺利拿下 好 拿下不容易 能守得住吗 提您放心 宫市正在加固 尚伟华在那边盯着呢 对了 江海回来了吗 顾虾那边什么反应 怎么了 还没回来 这都快三个小时了 正常来说两个小时绰绰有余了呀 旁服里长判断 十有八九江海被谷虾扣留了 什么 这 那就是被俘了呀 旅长 绝不能让自己的战友 落在敌人手里 我请求律里批准 让我带队营救江营长 我不同意 大战医术即发 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 去搞营救 谷虾他们 就是赤准了我们对江海的依赖 所以才把人扣下 我们就是要让他看看没有江海 这一仗我们也一定能打赢 再说了 都是兄弟们 江海又在那边待过职人 他们不会把江海怎么样的 不是那么回事啊 江海不在 一迎谁来指挥 再说了 他们根本不需要把江海怎么着 只需要拖上个半天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武侠把部队深藏不露 而我们呢 又不能及时地找到突破口 整个情势 对我们就太不利了 不是还有李东吗 怎么 没有江海这仗就打不成了吗 再说了 我们现在什么情报都没有 这人到底关在哪 是诱饵还是陷阱 万一我们派人救援不成 反被人家一网打尽 这都是问题嘛 不清楚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去侦查 是不是陷阱我可以分辨哪 过于自信 往往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 江海出发之前比你还自信呢 庞副旅长 好了 不说了 老元救人心切可以理解 但是庞副旅长的判断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样 你回去待命 我们再商量商量 再看看武侠那边有什么动静 怎么样 是 是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再也不能犯这种 自以为是的臭毛病 老庞 你这可有点以偏概全了 敌对双方出于交战状态 那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冰来降大 水来吐烟 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 不存在是谁的毛病 这 准美 我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你们都以为我对江海有成见是吧 你们都认为我对江海默不关心是吧 好 我不说了 老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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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啊 你笑什么呀 不 不 你笑什么呀 一时起起千层浪 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不好笑吗 我就怕做蒙管者 就怕有意见有想法不说出来 这多好啊 袁建行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了 庞府立长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 你也谈了 我也说了 都放在桌面上 这就跟我们大家一块去澡堂子 赤诚相见 原来你在这儿接着呢 好了 我们该研究营救方案了 没有 oc 骂 樊宇 喂 船长 什么事啊 怎么着急 江海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旅里边褪色 百分之九十 是被鼓侠给服录了 什么 被俘虏了 开什么玩笑啊 老远 那旅里边有营救计划 我说了想去 但旅里边不同意啊 为什么呀 庞副旅长说 情况不明 怕我再不遭别人暗算 旅长让我先回来待命 待命 这人都被抓了还待什么命啊 你去 我跟你一起去 你别那么激动啊 你先坐下来 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空中支援呢 你怎么去呢 小斌 坐 坐 叫你们俩来 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让你们帮我出个主意 看看这事该怎么办 老远 你确定 人必须救 当然了 我确定 我师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豁出我这条命 我都把它救出来 小斌 你别着急 我的意思是 咱们既然要救人 那就必须有一个救人的方案 这样的话 才能让旅长和政委 看走我们的方案 觉得是可行的 是有道理的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 不是豁出了命 就能救得有人的 对 李东这话说的是对的 我们现在 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想法 或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老远 你是不是有计划了 对 我 我有一个想法 但是也不一定成熟 来 你们俩过来看看 好 我是这么想的 第一步啊 先派出两架直十九 侦察机去侦察 目的呢 是要吸引出谷侠他们的注意 让他们以为 我们是想 在三三洞高地 还想做点文章 第二步 让三营的同营长 派两架直升机 直霸 带着我们的特战队 绕到敌人后方 把我们放下来 渗透进去 然后呢 我就去找找 看看有没有江海的消息 咱们啥了 喝一个吧 不喝了 再喝就中毒了 你看您说的 李三宝 我看你也是使唤丫头 拿钥匙 当家做不了组 对吧 哎呀 怎么着 您说的太对了 上级要同意放你啊 我立马就放你 他不同意放你 我也没辙呀 我只能 跟你一吃到个底了 这样 我还不难为你 你看这天都这么晚了 我也不打算回去了 你送我回你们旅 我找谷医长 话要说 你演回旅部指挥所啊 对啊 我跟这儿呆得算怎么回事啊 我出来的时候 我跟组理长都商量好了 如果不能按时返回 就要壮烈牺牲处理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已经到了牺牲的点了 我回去也没意义了 你呢 你先把我送回你们里面 我有重要的事 你要跟我顾医长谈谈 重要的事 我请你传达吧 那算怎么回事啊 我呀只传达 不打埋伏 你倒也不是不能说啊 你说说呗 我临出来的时候啊 答应过谷医长 一回陆军医号 我就立刻从三三洞高地撤兵 你看我现在回不去了 这个承诺也无法实现了 你说我不应该跟谷医长 解释一下 又是这样啊 我估计谷医长还不知道 你把我扣着吧 我跟你说啊 只不定谷医长现在等着 我们的人从三三洞高地撤兵呢 又是这样啊 参部长 我马上向白参部长报告 参部长 喂 李参部 有重要的情报想跟你汇报啊 旅长 政委 江海的情况不容乐观 咱们必须设法把他救出来 人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救 云有头 债有主 他是去找他股霞 我就去找股霞要人 你这么肯定他就在股霞熟练 江海是在地级端军庄稼 房区失联的 我就去那儿找 我还不信了 找不到一点有关江海的消息 如果江海是被股霞扣押在 他的驴指挥所 我就端了他的指挥所 莫远 马上就要开战了 特战营的任务 这个请您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尚伟华可以临时接替我指挥 我带一只小分队 到他的地极端军核心区域侦察 顺便还能把些情报回来 旅长 这是我们搞的一个 营救侦察行动计划 好 我给你带一只设计划 这条路 是在江海越野车 第一次滞留的时候 到达和离开 尖锅是一小时三十一分 做得满稀致的 老爷 你有多大把握啊 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呢 因为没有这种可能 起码是到目前为止 但是 我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百分之百 再加上百分之五十 不就是百分之一排五了吗 左旅长 将亲自部署这项任务 是 我给你的任务是 不光是找回江海 李钥匙 要摸清楚谷霞指挥所的位置 什么时候实施斩首行动 你择机处理 是 保证万人肉 等等 不能这样 找人救人是首要人物 谷霞有恩于江海 又是我们空中突击里的好朋友 透流江海恐非谷霞本意 上来就去端人街的老窝 后面的戏还怎么唱 这么说 郑伟有侧隐之心了 这点我不否认啊 燕席啊 不在胜负 在于实兵运作 战法磨练 武器装备的实际运作 目的还是在练兵 我窝里打个胜仗 算什么胜仗 有本事啊 走出去 还是政委高无见脸啊 袁静行 明白政委的指示精神了吗 二位主官见解相左 属下难以为之 降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理解了吗 请吕所长放心 等等 你直接跟姚副旅长联系 支援部队 由姚副旅长直接派出 明白 这不会是个平静之夜 老鹏 你不说 你不再说了吗 江海被人家扣留着 我睡不着啊 老是觉得 顾瞎在背后啊 戳我的后脖梗子 可是你反对派兵凝救啊 是的 我很是担心啊 月黑风高夜 杀人灭火天 政委队长 今晚的行动 我可得小心啊 你指什么呀 我总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 顾瞎一直暗屏不动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江海一去不回 原应长在 庞河律长的担心 不无道理啊 我们立足未稳 不义轻举妄动 但作战 有时候就像一场排局 僵持阶段 谁也不愿意先出牌 都在揣摩着对方的意图 但从战局利弊考虑 僵持 这对我们更加不利 打破僵局 就要冒一定风险 袁剑行带队渗透进去 也许能带来某种 破局的效果 哪怕搅浑水的 搅浑水也算打仗 中国兵家自古打仗讲章法 章法来源于哪儿 实践 三十六级 既既通俗易懂 快指人口 浑水摸鱼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借刀杀人顺手牵羊 等等等等 袁剑行这种绞浑水 也不失为一种 古为金用的新战法 你说的情况我知道了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蒋涵 我们根本就没有指望 陆军一号能够撤出三三零高顶 他只是在找借口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 血藏到四个小时以上 等到天亮了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蒋涵 你放他走 好 我明白 参部长 白参部长让你等他一会儿 他一会儿亲自来见你 早猜到了 好了 裤子先睡一会儿 到哪儿了 营长 江泽参谋长 第一次停车的位置 就在前方一千五百米中 这个地方 是江营长 深入大地气端军军军山冲 起码是两个小时以前的车分地 在这附近 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 走 我们到前方看看 营长 营长 有情况 我先告诉你 汉长 营长 这是永世车的痕迹 方向是冲着西南方 地图 地图上根本没有谁下路 不管了 顺着他找吧 全都要 索索先进 白鹏飞擅自扣押江海这一招 让谷霞没想到 而白鹏飞的下一步棋 更让陆军一号措手不及 双方的心理战 进入白热化 与其说是斗智斗勇 不如说就是在斗脾气 斗杏核 斗心眼 看谁的招损 看谁出手快 下手狠 队长 有个事我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您觉得不妥 那我就下令改召 什么事 我派人把江海给抓了 你说什么 把江海抓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在小安子送他走的时候 我给特战分队下了一个 拦截抓捕的任务 由李参谋带队之行 在半路上给抓的 班参谋长 你什么意思 抓他 为什么不告诉我 旅长你别急嘛 我是这么想的 江海他敢伸入虎穴 绝非一般的串门 他嘴上说是想您了 来看您的 看旅里官兵的 其实这都是假话 你也知道 他跟您并没有太深的交情 只是在我们这儿代职的时候 有过一切交往 但是现在两军交战在即 敌我双方的主官 跟走亲戚一样串门 这个喜事不是太过了 你是说 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 江海就提着几盒礼物 那无非是掩人耳目的道具罢了 江海他呀 一撅屁股我就知道 拉什么事 那你说说 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狠狠地把我们打败 置我们于死地 对抗演习嘛 谁不想打败对手的 所以说 那就更不正常了 他不应该此时此刻 出现在对手的面前 这种表现极具迷惑性 任何改变规律的行为方式 往往都有强烈的目的性 他无非是想搞些其貌侦查嘛 你也看出来了 他一无所获嘛 旅长 我觉得他是满载而归啊 你看出什么来了 江海他打的是新礼战 来搞战前试探来 我没有什么好试探的 旅长 就您这张脸 上面有您的面相 神情 气色 脾气 还有您的精神状态 包括作战决心 江海他是一目了然的 那又怎么样 由此啊 能掌握您的性格特征 他掌握了 那又调用 旅长 他能够推算出 我们的战术企图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 原来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是吗 旅长 我觉得我们将会极端地被动 彭飞啊 你说得有道理 现在人关在什么地方 被我关在前沿真厅站了 这倒是一个插势难飞的地方 旅长 那您说 咱们是放人呢 还是不放人呢 放人怎么说 不放人又怎么讲 旅长 我是觉得 不放人不是您 古侠的性格特点 但是就算是放人呢 也要等到天亮之前 可是 他答应我撤出330高地的 现在把人扣了 330高地怎么办 旅长 330高地本来就是一个诱饵 得与失 都无关于全局 打呢 容易暴露我们的实力部署 如果不拿下来 您又觉得如梗在喉 不如这样 我们给左同军他们递个话 递什么话 就说 江海被我们从 330高地上撤下来的 一支小分队 当俘虏给抓了 考虑到两部的关系 问他们想怎么处置 是放人呢 还是当俘虏 上报给演习导演部 放人好说呢 嗯 让他们马上撤出330高地 当然了 我们也不是逼他们就范 这本来就是 江海答应你的吧 我们只不过是 当成了一个交换的条件而已 如果他们是顺水推舟 这事也就算了了 要是他不答应 我们就只能上报给演习大演部 说我们抓到了对方的高级指挥官 一旦江海按照俘虏人员处置 就必须马上撤出演习 任他有再大的能耐 也无济于事了 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砍了左同军的左膀右臂 您说呢 彭飞啊 我真没看出来 你小子呀 还要这一招啊 旅长 交换战俘啊 那历来都是战争与外交的互动手段 也是心理战的一种独特战法 还未开战 我们就琴摸在手 那对于对手来说 也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战胜 队长 我们主动示好 率先提出放任 这一招让左同军和碧玉成他们 也齐呼难下 好计 好计 不过呀 你这招啊 可够损的 我古侠军中第一侠的医名 就败送在你白咱们的手里了 队长 您此言诧异 我们是军人 在军言军嘛 一切谋打赢 有句话怎么说的 不可孤名 学霸王 好计 好 走 走 别动 注意了 这里可能是他们的雷区 小心点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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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顾虾呀顾虾 终于让我对住了你的笑味了 小医老医 先进 看看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出大事了 咱们啊 我的手机莫名其妙收到里头短信 局长 你看 贵部首脑雅剑 你部代理参部长江海侵入我房区纵深 从事非法侦察活动 已被我部反监局分队抓获 在燕明正身后上报演戏导演部 监狱与贵部素有交往 谷旅长本着先礼后兵不计 偷袭我330高地故鬼行为之前 建议如下 一 贵部是否愿意领回战俘 如有此意请明示 我不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及我军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 按物如禁区下不为力的原则处置 二 在双方都满意的条件下 将俘虏江海送至中立区 予以遣返 二 如部须领回 我部将按演习指挥部有关关定 按战俘人员上报处理 在下地集团军装甲队白鹏飞 什么 当战俘处理 这怎么行啊 当了战俘就得退出演习 不打道回府 也得等到演习结束才能亏欠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冷水 你给她发个信息 问她们要什么条件 怎么 你真要跟她交换战俘 这可是丢人现眼的事啊 摸摸她们的底 那我就 不 以你的口气发 政委出演比较好 你的意思是说 还要我出面跟他们谈判吗 顾霞现在在跟我们玩心理战 我们只有积极面对 否则的话 我们太悲动了 那准备 挖吧 和积极面对 这 老爷爷 这里应该就是 谷侠的秘密指挥所啊 江泰桑龙长一定在里边 我们先摸进去跟他 摸进去 不如打进去 所有人 听我命令 突击小组跟着我 火力组 狙击组 自行寻找移密点进行掩护 情报信息小组 立刻展开卫星通信系统 从现在开始 各小组的实时图像和情报数据 同步回传指挥中心 懂明白吗 明白 好 立刻 我们回信了 肯定是让我放人 没错 那我们都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不是告知你 你愣着干吗 怎么了 他们怎么说 你们看看 这也太过分了吧 有什么过分的 让我们马上把攻占 三三零高地的部队撤下来 我要不撤呢 如果一个小时之内 没有见到撤兵行动 江海俘虏将被押送 演习指挥部战俘收容所 队长 这怎么行啊 陆军一号的代理参门长 被对手当作俘虏处置 这可是陆军一号的奇耻大辱 是啊 队长 我倒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江海当俘虏是自作自受 当兵一辈子 有谁当过俘虏啊 江海 吕参谋长都当过 就是没当过俘虏 不遗憾 这种事还是没有的好 不是还没去战俘营吗 政委是谈判专家 回他两句 袁建新来消息 他带进了小飞队 已经渗透了 谷侠秘密指挥部附近 二十分钟后 他将对谷侠指挥部发起攻击 我看这样 把相关信息啊 转发给袁建新 由他全权代表陆军一号 与谷侠白鹏飞谈判 通知白鹏飞 袁建新为陆军一号首席谈判代表 是 龙飞 你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队长 回信了 他们派袁建新为谈判的全权代表 袁建新 陆军一号特战营营长 外号钻山豹 钻山豹 他们说如果我们答应 马上派人过来 开什么玩笑 一小时实现 他沉线也赶不过来 是啊 不要相信他 这是索通军的缓兵之期 领导 你在靠屁的 进不去 我们怎么就是讲咱们的 在靠屁的 我觉得明天中午 远简行能赶到四五八个万 就不错 这要去吧 不管怎么说 一个小时之后 三三林高地 如果没有撤兵的迹象 就别怪我古侠 不给他面子了 旅长 你已经给够了江海和左同军的面子 这次不能再做君子了 坐标定位 已经存容数据过了 看来 你的海鲜 谁上门 谁上门 别动 看来 古侠早有准备了 谈判造商进行 现在的科技 太陷阱了 我去看来 我去看来 这次游客 你怀疑了 我去看来 我去看来 他身边 我去看来 我去看来 它是有点 我去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吃能喝能睡啊 还打呼喽 可没事人似的 来 等会儿睡着啊 给我拧紧啊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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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